今年作为黄浦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磅活动之一 我身后的这座华美的红教堂将对公众预约开放 我听说2021年您的团队又对教堂进行了一次保养维护 那么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呢我们是在2007到09年那次基础上面来又做一次保养维护 其实现在看到盛山医教堂的应该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 是在2007到2009年那个时间段的 因为当时教堂其实被搭了一个阁楼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高厂空间 其实当时做礼堂的使用的时候是搭了这个阁楼的 把阁楼拆除掉之后恢复它的大空间 包括外立面室内等等加固修缮 所以那一次的修缮工作量也很大 也非常完整 也是那次把基本上就恢复它历史的风貌 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奖 那我们到21年的那次时候呢 实际上是一个小规模的保养维护 因为呢就是从修缮以后 一方面是白蚁对这种建筑有一定的侵蚀 那其实我们抬头看上面的这个木梁 当时呢其实有极品木梁已经被白蚁注尸掉了 而且已经 对已经有了安全隐患了 那我们当时还想是最小干预的方式来把它做一个修复 那我们修复方式呢就是可以简单讲是给它撑了一根拐杖 所以现在可能看不太清楚 实际上是在这根木梁的旁边 我们又去做了一根钢的梁 一根钢梁去支撑住原来木梁的位置 相当于是骨折了 我在骨折旁边打了一个钢板 然后这样的方式来做 这样就是说从视觉上面来看 其实老的木梁也还在 那根钢梁呢 我们把它也重新喷涂了这个油漆 其实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对 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但是解决了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把它也能得到比较好的修缮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我们想治标还要治本 那这个白蚁其实是困扰上海的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也是老房子里面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当时其实我们在修它时候发现 在顶部的这个温度是远高于在下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气场 这个热空气集中到上面以后 就像上面的这个排风啊 各方面很差 而这种潮湿温暖的气候 是最容易自生白矣的 那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两侧的这个天窗 当时是没法去排风的 那我们呢就在原有的天窗的 这个基础上面 把它里面每三个钟的一个 改成了可开启的天窗 那也考虑到这个 这个不好高度的原因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电动的开窗器 其实是有一个遥控器的 这样就使得这个天窗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可以形成自然的通风 然后在打开过程中 我们下面又加了这样一个金属网 使得就是打开的过程中 也不会有鸟啊 或者虫子飞入飞出 这样就是用一个自然拔风的效果 改善它原有的内环境 把这种潮湿温热空气也带走 同时呢也没有改变 它历史的风貌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是一个很聪明的解决方案 对 对 我们还是想最小干预的 给这座老教堂加一点小的东西 但是呢让它能够更好地延年益手 宿愿好像这一扇窗 它是最大的对吗 对 您发现了 这一扇窗呢 确实不是一般的窗 它当年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雷士德纪念窗 雷士德我知道了 它是一个古怪的英国富商对吗 我因为正好拍过它的专题片 然后几本书里都写到过它 它是原来是个建筑师 后来到上海以后呢 后来自己创业 然后做了很多土地交易 后来成为一个地产大王 对 那么它的财富可以说是富可帝国吧 去世后大概留下几百万英镑的财产 但是呢它很奇怪 一辈子是不买房不买车 不生孩子 不结婚不生孩子 然后衣服穿了二手的 那么大概在一百年前 1926年的时候 它去世前留下一个遗嘱 把几乎所有的财产捐给上海 那么主要的它的财产呢 是指定捐了 建了我们今天红口的 北外滩的雷士德工学院 然后我们静安区的雷士德医学院 还有我们黄浦区的人际医院 和我们圣三医教堂边的 一个南童学校对吧 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地方 您好像上次还提到说 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作家 对 他就是在雷士德捐的这个南童学校 读过书是吧 是的 讲到雷士德呢 一方面我作为建筑师 也做过雷士德工学院的修缮工程 然后医学院的工程呢 也正在进行中 同时呢也讲到雷士德呢 他就是在去世以后捐这个遗产 是捐赠了很多的建筑 那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九江路上的当年的南童学校 或者叫做这个圣三医学校 其实就是他捐赠出来的 那刚才您讲到这个著名的在英语世界里面的著名的作家巴拉德 他写了一本书太阳帝国 太阳帝国 他就有这个 是的 好像还有我们圣三医堂里唱诗班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样一个学校跟教堂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在他捐学校等等捐以后 当时也在28年的时候捐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内部装修 包括这个彩色玻璃窗的修缮 包括我们当年那个时候的管风琴 就是1925年那个管风琴 也是有他的资金在里面捐的 所以呢当时的主教就特意为了纪念他把这扇窗最大的这扇窗 最大的这扇窗交给他 然后叫做雷士德纪念窗 纪念窗 而且上面的那个彩色玻璃的图案 也是用了圣经之中的一些这种捐赠啊爱心啊 这方面的内容来做的圣经的故事 那么圣三医教堂里的彩绘玻璃其实是非常有名 是教堂的亮点之一对吧 然后我看的资料好像说原来的这个很多的波 很多扇玻璃窗啊其实都是有纪念意义的 有的是纪念战争英雄 还有的就是可能因为母亲纪念他早逝的爱子 他也会有一扇窗来纪念 每个背后都有故事 那么这些彩绘玻璃窗它的工艺有什么特点 包括后来的修缮 彩绘玻璃窗是应该讲教堂类建筑用的特别多的 这么一种特色工艺 大家去巴黎圣魔院那种玫瑰窗也好等等等等 特别特别多其实这个工艺是应该讲在欧洲 是很传统一种工艺 它的标准教法呢我们叫做千条彩色或者叫千条彩绘玻璃 千条彩绘玻璃 对就是它上面这个人物的线条其实是用千条折出来的 折出来 就是它的做法呢是先画图样 画图样之后呢把它画在玻璃上 然后玻璃要再去烧把这个颜色烧进玻璃里头去 但是每一块玻璃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千条与千条之间的那一小块 之后呢再用这个千条 这个千条是工字形的 把玻璃卡在里头 当时千条刚做的时候呢是软的 然后等它做好以后 氧化就固定了 定型了 就变成硬的了 然后这样呢 所以我们远看的这些图案 其实进去看的话 粗的线条就是千条 而戏的那种比如说五官啊特征啊这些是手画上去的 这个圣坛的穹顶好像很特别啊 我也看过很多教堂 很少看到这样是带星星的图案 就整体上面其实看到这个顶是木质的望板 然后木望板上面用这个蓝色的底来模仿天空 然后再用一颗颗大小不一的星星模仿这样一种星星的星空的感觉 仿佛一抬头就如同在这种星光下一样 今天我跟苏院长边逛边聊 穿越了这座外滩附近的红教堂 穿越了它150多年的历史 它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发展 也历经很多沧桑 最后在许多人的努力下 圣三一堂重现昔日光彩 成为上海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